Gimmy 銀行懷疑你花黑錢 究竟你搞甚麼 是呀 其實我收到一個電郵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來花了黑錢 其實是這樣的話說 我是兩個禮拜前 不是一個禮拜前 已經亂了 說我花了黑錢 很害怕 大約是一個禮拜前 我收到一封電郵 就是combank聲 裏面的內容是有一個名字 然後有一個名字叫kyccollect 然後他說根據他們銀行的規矩 他要更新客人的資訊 他列了幾條問題給我 告訴我更新我甚麼 包括sources of funds 另外sources of wealth 資產 財產 另外我個人的資料 例如出生日期 地址 電話 還有現在的工作是甚麼 這些很個人的資訊 他給了一個電話號碼 叫我打電話去這裡 當時我真的沒有理會他 他還給我日期限 他說請你在14個工作天內 你打電話去 我沒有理會他 因為銀行收到的資訊 不是很特別的資訊 所以我沒有理會 而且現在有很多釣魚 有些釣魚郵件 可能是騙你也不一定 所以你又當他是那些 Junk mail 我看完就算了 我已經分析了 然後剛剛上星期四 即一個星期之後 他又再傳給你 他就說 上星期我們已經傳給你 但你沒有反應 現在我們再重新告訴你 你是需要跟我們合作 很害怕 好像警察的口吻一樣 對 因為我再看電話號碼 他第一句很嚴重 他就說 according to 要 comply the legal negal 要合法 即是銀行有些規則 要跟政府的要求 對 很嚴重 然後跟著說 總之又給我幾個問題 sauce of fund wealth 你最近的東西 然後再給我一個deadline 他就說 請你在七個工作天內 你好 打電話去以下那個號碼 否則的話 現在這次的email 就說了後果堪如 否則的話 我們會限制你進入銀行 看你自己銀行的東西 或者做任何一些 平時計劃的過數也好 甚至你拿錢 入錢 什麼都做不到 哇 醒一醒一睛 眼睜一睜 什麼事 有這麼好害怕 是呀 害怕 但我有問題給你 我和你兩個戶口 分別都是同一天開的 他為什麼會抽查你 又不查我呢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是呀 那究竟有什麼事呢 我懷疑我整次 你做了什麼壞事呢 很恐怖 後來我就慘了 因為其實他傳過來給我時 我都很害怕 原來他在星期四時傳給我 其實我基本上 因為他見我在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裏面做的 即是一天一至五 當我再看這個email的時候 因為我都懶得閒 沒理會他 我看的時候已經星期六了 我都說 慘了 七個工作天 現在已經星期六 星期六打不到電話 星期日又打不到電話 等到星期一 我才可以做這件事 星期一就是第一個工作天 是呀 不是照數而已 不是呀 第一個工作天 不是星期四的工作天 他第一個工作天是星期五 哦 星期五 其實心急如焚 那也是第二個工作天 那好了 其實他的日子的日期 是17個 所以就開始緊張起來了 因為今天拍攝是16日 明天去deadline 是啊 然後他的email裡面 都補了一個叫我自己去看看 是否安全 因為他說如果你不相信 我的email是真的話 你有一個方法去證實我們是真的 就是叫我去回他們的網上銀行 按進去這個 term 叫kyccollect 按進去你就會見到有個電話號碼 這個電話號碼 就是我現在這封email叫你打的電話號碼 所以聰明的我 我就不按進去 因為其實他的電話號碼是一條link 我一按它就打進去 所以我就聰明的我 我就不按他這個link 我就自己去按電話 一按 然後對方跟你說了一大輪 然後就說不明白你說什麼 然後就拿電話來找我 要我跟他說 然後說了一大輪 你什麼公司 我問他什麼公司 我不是公司 個人 不是你打來這裡的公司 你個人有什麼 stock holding 其實他不是這樣一大輪 狗不搭八里的牛頭不搭他馬嘴 然後說來說一句 我們是atomic 我們不是combank 我想告訴你 他不是說完一大輪才問你是company 一開箱就馬上問 我不想打電話 他是這樣的 我是打算他一開來 一來就說我是combank 現在我就告訴你 我收到這個email 我現在打上來就回覆你了 我期望是這樣 他不是 一打去那個男人 又不說自己是不是combank 什麼都沒有 只是說你是哪間公司打來 我不是公司 我是個人 然後問你有沒有什麼 stock holding 現在是銀行 你銀行 我收了combank 那你不是combank嗎 那說完一大輪 然後找了他 然後問來問去 然後我就說我收到combank的email 然後我就打來 他說我們這裡不是combank 我們是atomic 什麼atomic 都不知是什麼 然後他說 你可能打錯電話 這個我們不是combank 我說不是啊 我照著這個電話打 我還大聲夾惡 大聲夾惡 不是啊 我們打回這個電話來的 他就問我你有什麼 stock holding 我告訴你 聽我有什麼 stock holding ETF 哦 ETF 他說你打去哪裡 什麼comput share 或者i share 我還給電話 他還給電話號碼 我打去 那我想著想著 沒理由combank打來給我 就叫我refer去 不知為什麼這個人 然後叫我打去i share 照他就不打馬嘴 我說不是了 收到線線 再打多一次 看看是否同一個人 或者另外一個人說 可能會有文露一點 那你再打多一次電話去 又正常回來了 正常回來了 正常回來了 現在這裡是combank Welcome to Combank 什麼就是打3 請他選擇你的服務 正常啊這個電話 剛剛說什麼鬼 然後他說 為什麼剛才不正常 現在正常呢 然後再看我打電話記錄 原來我打電話號碼 反而第二個正常 就是你把電話號碼放在電話號碼上 就是了 原來你按錯號碼 因為打電話號碼不知什麼人 原來我冷聰明的 我是按錯號碼 好了 說完一大輪 那你根本身氣 所以當你就真的 funds 所以如果下限了 我現在已經用了很多錢 是另外的 那些錢是哪裡來的 是的 其實資源是我們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我們也會拿一些錢 打算回來有些用 所以其實錢也沒有多少 有限 你每個人只可以帶一萬元過來 入境就每人帶一萬 兩個成年人就帶兩萬元 所以帶了兩萬元現金 回來兩萬元是澳市 當然不會花光 有些會進入銀行 一進入銀行的時候 可能會引起銀行的訊息 就說有些大量現金傳入 其實那兩萬元現金的澳市 也不是很大量 就不知為何 引起了他去調查這個人 是不是洗黑錢 是的 他就是問我 他就說說這個日子 2024年1月 1月份你有這一筆的數 究竟你這一筆數是怎樣來的 要我解釋一下 他就不是審問你 請問你那時候那些錢的來源在哪裏 是的 只要我不是答得口窒窒 我陣陣有詞 我告訴你我的資料在哪裏 在說實際上 好似的 在那裏拿來的 是的 說完之後 最後還有一個步驟 就是他都要確認我的身份 這件事 就是很多我們香港人 都經常會卡住這個地方 是的 每當有任何機會 要你核實你的身份是很麻煩 我又一次就再一次就發現我們這個名字 真的很麻煩 只要我的名字有英文名就麻煩 我一定有英文名的 譬如你陳大文 Diamond Chan 究竟他們英文人很簡單 Family Name Chan就是Family Name 但First Name 這就是可圈可點了 陳大文的Diamond 究竟他是擺在Diamond 放在First Name 還是Diamond 都放在First Name 這就是可圈可點了 就很視乎 第一次入機入去的系統 究竟如何討論你的名字 有些人就打了Diamond Chan 就是First Name 然後Mond 就變了Other Name 然後你當其他銀行 或其他機構要核實你的身份 他就打了Diamond Chan Diamond Chan 就變成First Name 那就跟他的駕駛執照 裡面的記錄就不一樣了 現在我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在電話裡 他核實我的身份 哎呀你不對 試了兩次 不好意思小姐 試了兩次你不行 那我就說 那我剛才答的東西 是不是全部作廢 放心 你放心 沒問題 其實很簡單 你就只要去回我們任何間分行 你上去親身 給你的證件和核實就可以了 你去到只核實你的身份 其他問題 剛才我解答完的東西 我已經全部進入電腦 已經更新了 你不用再跟他再說任何事 哦原來是這樣 於是我就走到銀行 再做一次身份的核實 其實同樣都是遇到同樣的問題 又是記住又是錯了幾次 那我就解釋給他聽 我是因為第一名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 那個職員都說 沒有辦法 我明白是你所解釋的第一名 但我還是要跟回你那個 Driver license 那個名字 有些什麼我就打進去 打進去你都正 是的 所以他就要試 其實最後試也不行 他就說 這樣吧 因為其實他經過 和我真人對實 核實了這個帳戶 是我之後 我知道他來了 因為他都即時和我用電話 那個app 就是傳來傳去 確認是現在正在做這個事 那這個我肯定是你了 於是就在銀行那邊 就幫我搞回我的名字 的排序 然後才可以叫他通過了這件事 嗯 繁複 真的繁複 這個呢 我們再說一點 這個這樣的核實身份 其實Driver license 那邊 那個系統 其實就是存了一個Data Base 它就開放給一些公司 或者一些機構 去幫你做Online實實身份 它裡面存了什麼呢 哪一行存了什麼資料呢 我們不知道 也都無從知道 除非你問回他 我這行叫什麼 這行叫什麼 但我沒有一個渠道 可以問到他 究竟我陳大文的大 是first name 還是大文 是first name 這個不知道 而銀行 他確認進去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 他就要打幾次了 然後打一下DAI 進去行不行 然後DAI蚊 進去行不行 然後DAI first name 蚊是other name 又行不行 或者Omit了一個蚊 又行不行 這幾個Combination 就已經令到她 ERROR兩次三次 就變得很麻煩 其實在電話上 那個女士也有說 我只能夠試兩次 小姐 所以我試了兩次 不行 我就不可以繼續跟你做什麼 所以我沒有辦法 可以再接她 在電話上 沒有辦法 怎樣都要走一趟 經過一個折騰 幾天 我就終於搞定了 就讓銀行證實我 不是花錢 我是明明白白的 不是明明白白的 清清白白的 花了白錢 是 其實很好 職員 落到branch 他幫我搞定 之後 看回你的帳戶 你的儲蓄銀行 現在的値是2.7 因為其實我們曾經有條片教大家 怎樣上去高利點 已經過了三個月 我就沒有理會 全款利息 然後現在 我看到你現在的 全款利息 現在只有2.7 其實有方法可以令到你高一點 不如幫你現在即時做 他幫我做4.4厘 現在 就是可以Wallet 三個月 三個月之後 其實你自己可以做 再做 即是去銀行的app 再按按按 就可以再升它 做4.4厘 對呀 如果網友 你想知道究竟這個方法是怎樣 你記得看回我們的影片 我們有一條影片叫做什麼 我用一隻手指開 令到自己的收入倍增 就是這條影片 你就會知道如何透過你的app 當然你要comband 然後就可以將你儲存的 儲蓄戶口的saving range 就是零息倍增 倍增 其實4.4厘不是最高 我剛剛收到消息 不是最高 我們曾經也說過 有另一間銀行 我們自己現在也有另一個戶口 那就是5.5厘 ing 他最近給了一個收的新的promotion 就是說 逢親 我啊 我啊 只有我 威水啦 介紹朋友去開新的帳戶 他就除了得到這個5.5厘的特別的利息優惠之外 還給了100元的回贈給他 不單止你 迎新回贈 是他 是給我的客人 給我的朋友 我給他 是 我也有100元的 你的朋友也有100元 是 所以如果你現在開ing的帳戶 的話 這張帳戶也挺方便的 雖然你沒有分 它 physically 沒有分行在你附近 但是呢 你用它來到 如果你要全錢的話 你會有5.5厘的利息 還有你有一些消費 足滿一個數額 例如數5次 是嗎 購物5次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這100元的現金回贈 是 基本上你要復服他的一些條件 剛才你說的 就是你那100元 就是你要有5次的交易 是嗎 是 而之後你每個月 其實你拿到5.5厘 其實都有一些要求 就是說你除了普通的debit 那個帳戶 就是普通用錢的帳戶 你要開一個saving帳戶 你把錢傳進去 然後你在這個存錢這個戶口裡面 你也是每個月都保持著 其實都要有5次的交易 然後才可以有5.5厘 再加上你那個戶口 也都有每個月有流動 要有1000元的傳入 你付完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得到5.5厘 傳進去saving帳戶 當然因為saving帳戶才有利息 那XS帳戶是沒有利息 我的意思是那1000元不是傳入saving帳戶 而是1000元是傳入你自己的debit debit card的帳戶 debit card的帳戶 對 即是你普通的帳戶就可以了 那你存多少錢都沒有 就存多少錢都沒有所謂 但是你有5次的交易 所以才可以得到這個率 就是這樣 如果錢多就是沒有地方放的話 就考慮一下放在這個銀行那裡 開一個新的戶口 這條影片懷疑我洗黑錢 懷疑我洗黑錢 就說到這裡 對啦 就跟你沉冤得雪了 多謝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又覺得我們這條影片說得不錯 請你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在comment裡給我們一點支持 手指東支持 多點言問問問題 或者說說你不錯不錯 都可以的 好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